我们再来关注张盈盈案 在等待了长达两年多的时间之后 法律终于带来了审判 当地时间24号的下午 美国伊利诺伊州中部地区联邦法院陪审团裁定 克里斯腾森2017年绑架和谋杀 中国访问学者张盈盈 欺骗联邦探员等三项罪名成立 当天本案的空骗双方进行结案陈词 而这项裁定是12名陪审员组成的陪审团 经过讨论后一致做出的 根据裁定克里斯腾森面临三项指控 其一是将张盈盈绑架致死 其二是向美国联邦调查局 谎称张盈盈失踪那天她不在现场 而是在打游戏和睡觉 其三还是向联邦调查局撒谎 称自己当天的确用车载过一名亚洲女性 但是不久就让她下车了 按照法院安排 本案暂时休停 并将于下个月8号进入量刑阶段 克里斯腾森将面临终身监禁 或者死刑判决 2017年6月9号张盈盈在美国 伊利诺尔大学访学期间失踪 美国联邦调查局三周后逮捕了嫌疑人 克里斯腾森 指控她涉嫌绑架和杀害张盈盈 但克里斯腾森此前一直拒绝认罪 直到本月12号本案开庭 辩方律师在进行开庭陈述时说 克里斯腾森承认是她造成了张盈盈死亡 在军年17,2018年 时当家家的领盈前来 他们将来找到封印尹 然后帽子叫她去 让她发现 这是他们的希望 并将来迈远连到整个影响 到他们的爱情 谢谢观看